执教 跟中大友一起 Nike 一万二 餐厅服务员 三四千 聊聊 你在做采访吗 对啊 你要上镜吗 可以 来吗 女朋友上来一起来吗 不是女朋友 不是女朋友 那个是同学 一起来嘛 一起来 不然我 你害羞是不是 OK 做过暑期工吗 呃 没有 家娇 迪卡罗 运动采访 没 没有 没有 销售 做音乐 你们想做什么暑期工 挺烦心的 就你们喜欢做甜品是吗 哎 差不多 不要想去执教之类的 店内帮忙 打理 Nike 我可能会去 你喜欢球鞋是不是 对 OK 嗯 对 那你操线什么做那种 调饮品的 餐厅服务员 麦当劳了总吧 觉得暑期工应该是有多少钱 你才可以接受 三四千左右吧 三四千 五六千吧 四千五千 一万二三 一万二三 一个暑假 对 你又觉得OK 对 三四千咯 如果经济的话 我觉得四五千 两三千左右都已经够了 一千多 一个月 三千这样 十四一个小时 十四块一个小时 肯定够好啊 啊 做得得肯定够好顺利好不好 好 OK 两年之后啊 高考顺利 好不好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好的 那看完了上述的采访之后呢 大家先来给大家点个赞 点个关注吧 采访不一切 看切珍惜啊各位 那对于暑期工这个事情呢 大家有没有打过呢 也欢迎你回来公民上面 你曾经做过什么暑期工呢 就我个人而言 那我在小时候做过的暑期工就是剪线头 对于九五后的朋友来说 应该会比较少认识到这个工种 剪线头 剪到研制 就把多余的线头给剪掉 多在一些的服装厂啊 手带厂那里呢 有建制一个小工种 其实真的蛮辛苦 而且赚的钱真的很少 那至于现在的暑期工 以及兼职的时薪是怎么样的呢 我在拍这期节目之前 咨询过身边的那些朋友 那扎扎就告诉我 他曾经工作过的必胜课 现在的时薪是12.3元每小时 至于说刚才有同学提到过 Nike 一个暑假能赚1万多 我也问过相关的一些 Nike的内部人员啦 这是不可能的哈 不要发这个白日梦啦 那尤其呢最近啊 大家考完试 以及说很多朋友开始放暑假之后呢 都会有人想去找暑期工 那接下来加个就跟大家说一说 谨防暑期工上当受骗的 5个你必须要知道的点 记得拿小笔记下来哦 第一点 多劳多得 那对多劳多得的这个定义呢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知道哈 你做多一点就赚多一点嘛 但是啊 总有很多的同学会心存一些的贪念 觉得哎呀我安坐家中 每天打字 带恋每天就可以赚过千元 几百元这样子 你要想想看哈 既然这么好赚 为什么会轮得到你 你只是个学生 在你的社会经验 以及你的工作经验 技能经验不是很多的时候 你只能出卖你的劳动力 所以千万不要轻信 那有一些 只要在家里面 简单单动着手指头 刷刷单 打打字怎么样 就可以月入多少多少钱 跟你说 10个有9个 都是骗你的 千万别上单了 第二点 保护隐私安全 那这一点呢 其实很多人都不在意啊 因为在这个信息化 那么发达的年代 大家随时都会把自己的 身份证的照片 或者说其他一些证件的照片 传在手机里面 别让你拿 就全部发过去了 但你一定要记得 一个用人单位 在他没有确定 要你去工作之前 他是不需要你 这一个身份证的 就等于说 你在填表格的时候 只需要填一个 你的身份证号码就可以了 至于说这个副本 照片 是要等到他确认了聘用你的时候 他有需要 你才交上去 这一点至关重要 那同时还有一点呢 就是人生的隐私安全问题 每一份工作 他的面试的地点 可能都不一样 像我们这些工作室 可能会直接 让你上来工作室面试 也有一些工作呢 他的面试的地点 会比较特别 这一点大家就要小心了 好比方说 如果你面试的 是一个简单的服务员工作 但是老板跟你说 小王今天下午3点钟 上来某某某酒店多少多少号房 来面试一通 一个字 尾 同时要记得 在面试的过程当中 如果涉及到你的一些 人生的隐私问题 跟工作无关的 打比方 你只做一个临时工 他却问到你 小王 你爸爸干的是什么工作 妈妈 你个月拿多少钱 你家里面还有谁 你平时几点钟睡觉 这种问题 你就需要谨慎了 第三点 千万不要先付费 这一点可能很多人表示 我不同意你的看房价 因为用人单位请我去工作 我需要先接受培训 先接受培训的话 我就需要交钱 有一些有特别的功夫 我需要交钱来领取这个功夫 这不是很正常吗 佳哥 好像没什么毛病啊 但是你得这么想 你去工作不就为了赚钱吗 但你在赚钱之前 你去已经先交了钱了 有很多时候 交的还不是一两百块钱 要交很多钱进去 那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提防 提防再提防了 以一个工作室的负责人 佳哥本人来说 如果我要聘请一个手机工 他来我公司 我肯定是认可 你能为我的工作 为我的业务带来帮助 那这个时候 你要学习到的技能 肯定也是要我提供给你的 因为我教会你的 你才能帮我 那为什么 要你给钱给我 我再教你呢 这点说不过去啊 所以你记得一点 你打手机工 你是要赚钱的 在赚钱之前 你先给钱 这个就不合约了 第四点 吸毒合约 诶 说到这里 可能很多人说 不要合约啊 佳哥 一看到合约 我头就疼 头皮就发麻 再说暑齐工这种工作呢 其实也是需要有合约的 更甚至乎是一些 你不熟悉的工作 又或者说这个老板 这个工作是你 根本之前都不认识他 对他的言品 也存在疑问的 那这个时候 他给你的这份合同呢 就是你个人的工作 个人的薪水 个人的福利的保障了 而当合同去到你面前的时候 可能一看就蒙蔽了 因为我除了平时写作文 阅读理解的时候 我都没有看过这么多题字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法律条文 这个是什么专业术语 我是不是要请教一下罗翔老师啊 不需要请教罗翔老师 只需要问一下你家里面的长辈 你的哥哥姐姐就好了 我知道合约真的很烦人 每一次我看到合约的时候 我都发布了直接签跟零 但是你要知道 这些文字跟你接下来 如果出现的问题 是直接的有利益相关的 那这个时候就算再无聊 再难看的合约 你一定要一个一个字 看明白 如果不明白 问别人再不明白的话 问你的老板 第五点 谨慎 谨慎 再谨慎 那我相信有不少人做暑期工 肯定都是想着要累积经验 什么你说不是想赚钱 也OK啦 想赚钱是一个很正当的一个理由啊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对不对 但是你想累积经验 你想做善事 你想赚钱 干什么都好 一定要谨慎 谨慎 你再谨慎 除了在工作当中的人身安全 隐私安全 以及你个人权益的安全之外呢 其实啊 除了来社会当中工作 面对形形色色 不同的成年人 你的顾客 你工作当中的同事 真的有很多情况呢 是比你在学校当中 接触的要复杂多的 那这个时候不懂的 一定要问你的家长 问你的朋友 好吧 那希望说了这么多之后 大家可以在这一段时间拥有一个充实的假期吧 实在找不到也没有所谓 暑期工嘛 不就求一个充实 求一个快乐吗 所以啊 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以上说这五点了 而我个人呢 非常建议大家在暑期的时候 选择一个UP主 如果你想听我接下来聊聊 暑期如何成为一位UP主的一个计划 以及步骤的话 请给这个视频点赞 那一个星期内 如果点赞能超过2万的话 我接下来就会出一期视频来说说 暑期期间 怎么样通过自己的一些简单器材 成为一名视频的播主 喜欢节目的话 记得点赞 关注 给我上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暑期快乐 将年还牛逼